汤儿傅先生希望透过捐献书籍培养学子正当观念 以促进社会祥和的理念 由子女们继承之后 也将父亲的理念广为推广 来帮助学子学习成长 我爸爸他是想说 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越来越滴落 这个根本要从小学开始教育起 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些有关品德教育的书籍 希望能够拓有我们学校的老师 来引导小孩子 让他们能够去学习 这样对整个社会未来的祥和安定 实际上都会很有帮助 这次来到盐苹果小办理捐书活动 所捐献的书籍是由多家出版社所提供 捐献给汤爷爷捐书团队 并经过筛选之后 发送至县内多所小学 这些书籍是从十几家出版社 他们送了差不多两千本左右的这些新书 然后送到我们团队来 我们团队有好几位校长 会下去针对这两千多本的书籍 再去把它筛选出来 筛选出来差不多剩下五百本 然后再由这个五百本 提供给我们全县的这些国小 先议员张志明除了感谢汤爷爷捐书团队的爱心 帮助小朋友学习成长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来响应 一起来帮助学童教育学习 议长何胜峰感谢汤儿傅先生的善举 也希望透过捐书活动 能够帮助小朋友学习成长 在日后能够造福社会 记者卢宇凯竹三采访报道